天兄 从哪儿冒出来的 金条带了没有 带了 快给我 这么多金条怎么能放身上呢 有个万一我怎么跟你交代 我让下属拿着呢 你找我有事 怎么了 这至于吗 金条很安全 咱们先谈证事吧 坐 不坐了 日本人又把扎佛鼎林红 押到宪兵队去 你不要这两个人吗 这可是上好的机会 什么时候转移 今天吧 我想尽快 印局长让我负责 你打算怎么转移 保卫局离宪兵队有一段距离 中间会路过一个树林 你们就在树林里面埋伏好 等车一到 你们就动手劫车 我在车上会配合你们 你们得打得真一点 最好 干死几个特务 我好在何元那儿 有个交代 好 那 可不可以拖延到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 我尽力而为吧 何元老奸巨华 我怕 我怕 我知道 那你尽量 我先走了 我跟你拿金条去 金条现在不能给你 为什么 连兄 你说的情报 我都还没有业明真伪 现在就把金条给你好像有点不太妥 赵角 你小子 是不是要耍我 你怎么这么说呢 咱们现在是做生意 生意人就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是规矩 谁跟你做生意 我 那金条本来就是我的 是 曾经是你的 那天要不是我把金条拿走 现在还能是你的吗 我从你那儿离开的时候 看到日本人手上 都拿着碳雷器 总不会是 到你家找地雷吧 你放心 钱依旧是你的 我不过是 验货后交还而已 好 好吧 记住 明天中午 树林 好 炎碧球的话可信吗 万一他给咱们一个谎言 借机把咱们一锅端了 这种可能性你想过吗 我当然想过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先找到大黄 确认 炸腐顶转遇的事情 是否属实 还有 你得赶紧找人来帮忙 要不要找周边的连路站 支援一下 不用 咱们直接拿钱供 记住 你得找身怀绝技的 炸腐顶这条大人 必须赶快抓到手 好 我已经得到准确的密报 明天 有人挤我们的囚车 要抢走共党要饭 地点 陆京的那片树林 你们明天 带着所有人 埋伏在树林里 看到有人劫车 听到枪声 以枪声为号 立即封锁周边地区 到时候 听我指挥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打死 不留活口 不寻漏往一口 明白吗 明白 队长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还是叫邹队副来做吧 我怕我 邹队副 邹队副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不参加我们的行动 你们记住 这个事情 不能透露给邹队副 谁要透露出去 我就毙了谁 队长 为什么不能透露给邹队副啊 这是保卫局最高级命 只能执行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 准备去吧 是 是 我要请你帮我确认一件事情 张福定夫妇 明天是不是要被押往日本险兵队 我听说了 情况属实 你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烟壁球主动提供的 这就奇怪了 昨天夜里确实发生了张福定 阅狱事件 工党内线被击毙 阅狱没有成功 所以何元才要把他们 押到险兵队 应该是这样 我们是从一个第三步 来 曹露 你 你 你好 你 敬 我 敬 我 是 盟 我 我 河 尊 看到蛤蜊的人 把他们全抓起来 好啊 沿途巡逻我负责 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机会 要确保万无一失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我叫眼碧球 尽量推延到明天中午 那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眼碧球这边小动作很多 我们不得不防范 再说 何元也不是傻瓜 为了一方万一 我们先下手为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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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自作多情了 你压根就没有放你的意思 告诉你们 好戏还在后面呢 话怎么那么多了 我求你了 现在一枪崩了我行不行 既然你在日本人那儿断我的后路 那我就不会留情面了 快来吧 走 快点 快 别动 起来 别动 押到这儿来 叫他们统统上车 好 上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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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快